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业股新机遇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慧城市智能电梯技术革新建筑股看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智慧城市中的智能电梯技术革新以及这对建筑股的影响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高大上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现象 首先让我们从电梯的历史说起 你们知道吗 第一部商业电梯其实是在1857年由Elisha Otis发明的 当时的电梯可是个大新闻 因为它解决了高楼建筑的一个大问题 怎么让人们方便的上下楼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电梯 今天的摩天大楼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因为没有人愿意爬上几十层楼去上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梯技术不断进步 从手动操作到自动化 再到今天的智能电梯 那么 什么是智能电梯呢 简单来说 智能电梯就是利用物联网 IoT 人工智能 AI和大数据等技术来提升电梯的效率和安全性 比如说 智能电梯可以根据楼层的使用情况 自动调整运行路径 减少等待时间 还可以通过预测性维护 提前发现并解决潜在的故障 避免突发的停机 这些技术革新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也对建筑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智能电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升建筑物的价值和吸引力 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高房者 面对两栋价格相近的高楼 一栋有智能电梯 另一栋没有 你会选哪一栋 答案显而易见 此外 智能电梯还能够节省能源 降低运营成本 这对于商业地产开发商来说是个大大的利好 节省下来的成本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 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竞争力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在智能电梯领域做得非常出色的公司 比如奥迪斯 奥迪斯 逊达 申德尔和蒂森克鲁博 The Sankrup 这些公司不仅在技术上领先 还积极与智慧城市的建设相结合 推出了许多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这些公司的股票表现也因此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你们知道吗 奥迪斯公司曾经在1854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 进行了一次惊险的电梯安全演示 Elisha Otis站在一个升起的电梯平台上 然后让助手砍断了支撑电梯的绳索 观众们惊呼一声 但电梯并没有掉下来 因为Otis发明的安全装置立即启动 稳稳地将电梯停住 这次演示不仅让人们对电梯的安全性有了信心 也为奥迪斯公司赢得了大量订单 所以 同学们 智慧城市中的智能电梯技术革新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安全 也为建筑股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投资中 能够抓住这些机会 实现财富增值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驱动的个性化美容技术进步 美妆股前景佳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高科技又美丽的话题 AI驱动的个性化美容技术进步 以及它对美妆股的影响 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尖端科技 还关乎我们每天都可能接触到的美容产品 真是既有趣又实用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天你走进一家美容店 店员不是人 而是一台智能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够扫描你的皮肤 还能根据你的肤质 肤色 甚至是当天的天气和你的心情 为你推荐最适合的护肤品和化妆品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其实这已经在现实中逐渐实现了 AI技术在美容行业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性化推荐 AI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为每个人提供量身定制的美容方案 这不仅包括护肤品和化妆品的选择 还包括使用方法和时间 例如某些AI应用可以根据你的皮肤状况 推荐你每天应该使用的产品和步骤 甚至提醒你什么时候该补妆 二虚拟试妆 过去我们买化妆品总是担心颜色不合适 现在有了AI技术 你可以在手机上虚拟试妆 看看不同的口红 眼影在你脸上的效果 这样就不用担心买错颜色了 三皮肤分析 AI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 分析你的皮肤状况 找出细纹 色斑 毛孔等问题 并给出相应的护理建议 这比传统的皮肤检测 更加精确和方便 那么 这些技术的进步 对美妆股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是 前景非常看好 首先 个性化美容技术的应用 让消费者能够更精确地选择 适合自己的产品 这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满意度 还增加了产品的销售量 试想一下 如果你每次购买的产品 都非常适合你 你会不会更愿意 继续购买这个品牌的产品呢 其次 虚拟视装和皮肤分析技术的应用 让消费者在购买前 就能够看到产品的效果 这大大降低了购买的风险 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这对于美妆品牌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最后 AI技术的应用 让美容行业的创新速度 大大加快 新的技术和产品层出不穷 这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 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美妆股的前景 因此变得更加光明 总结来说 AI驱动的个性化美容技术 不仅让我们变得更美丽 还让美妆行业变得更加繁荣 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所以 无论你是爱美的消费者 还是精明的投资者 都应该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 毕竟 谁不想在变美的同时 还能赚点钱呢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在AI的帮助下 变得更加美丽和富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普及 农业股新机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既前沿又充满机遇的话题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的普及 以及它如何为农业股带来新机遇 首先 让我们回到几千年前 当时的农民们还在用牛耕地 靠天吃饭 那时候 农业的效率低下 产量也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经历了几次农业革命 从铁梨到拖拉机 再到今天的数字化农业 这些变革 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 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农业革命 这些技术包括 无人机 物联网 IoT 人工智能 AI和大数据分析等 听起来很高大上对吧 其实 这些技术的应用并不遥远 甚至已经在我们身边悄然发声 比如说 无人机可以用来监测 农田的健康状况 精确地施肥和撒农药 这不仅节省了人力 还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再比如 物联网技术 可以实时监控土壤湿度 温度和光照等环境参数 让农民们能够及时调整灌带 和施肥策略 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还减少了资源浪费 对环境也更加友好 那么 这些技术的普及对农业股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来说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的普及 将为农业股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首先 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从而增加农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其次 这些技术的普及将推动农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提升其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举个例子 美国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John Deere 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投资数字化农业技术 推出了智能拖拉机和自动化农机设备 这些创新不仅让John Deere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还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 推动了其股价的上涨 再来看看中国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科技巨头 也在积极布局数字化农业 他们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 优化供应链管理 从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这些举措不仅为农业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还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当然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农民们也需要接受培训 才能熟练掌握这些新技术 此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的来说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的普及 为农业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当然投资有风险 大家在做决策时还是要谨慎 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分析 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 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 就像是农业界的超级英雄 它不仅能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还能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迎接农业股的新时代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探讨了智慧城市中的智能电梯技术 AI驱动的个性化美容技术 以及数字化农业自动化技术的革新 并深入分析了这些技术 对建筑股 美妆股 和农业股的影响 从智能电梯让我们更方便的上下高楼 到AI美容技术让我们变得更美 再到数字化农业 帮助农民提高效率和产量 这些技术革新都在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投资机遇 电梯不再只是上上下下的工具 变成了高科技 智能化的代名词 美容不再只是涂涂抹抹 变成了AI加持的个性化体验 而农业也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被朝天 变成了高效 精准的数字化农业 总而言之 这些技术革新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便利和美好 也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然 科技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需要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留意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在未来的投资中 抓住这些新兴技术带来的机会 实现财富增值 谢谢大家 最后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